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那桌子底下睡了一宿 他老婆是天天把子劝 我说你能不能够别喝酒了 这个酒迷说了 倒不是我非得要喝酒 就因为你经常提起这个酒字 勾起我立刻想喝酒 你要是不提这个酒字 我就永远不喝酒 是喝酒的酒啊 九月的酒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那个九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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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你说话沾点酒字的边 我就要喝酒 他老婆说好吧 今后我永远不提这样的字 你就甭想他喝一口了 眼看着是一天一天过了一周 他老婆是一个酒字也没说出口 可把这个酒迷尝坏了 去到大街找酒友 是碰见了张酒和李酒 问酒迷 哎 再两天怎么没见酒迷大哥去喝酒啊 这个酒迷说 嗨 别提了 我和我老婆打了赌 他不说酒字 我不喝酒 我跟他说了有那么千句话 他这一个酒字也没说出口 二位兄弟把我就快让我把那个美酒喝到口 张酒李酒齐夸口 说酒迷大哥莫发愁 你如此如此这么办 管保你美酒喝到口 酒迷一听洗心头 是转身就往家里走 进门就对他老婆讲 哎 我要到舅舅家里去拿酒 回头要有人来找我 你问起了姓名再让走 是拿着东西 是空着手 你都一一记心头 等回来你可得告诉我 不准你撒谎瞎胡说 他老婆说好吧 酒迷说吧 转身走 不一会儿来了酒迷的朋友叫张酒 怀里边抱着个大酒楼 说我和酒迷大哥是朋友 请他九月酒到我家里去喝酒 张酒说吧转身走 又来了酒迷的朋友叫李酒 手里边滴了这一捆 宽劲的韭菜叫马连酒 说我和酒迷大哥也是朋友 也请他九月酒到我家里喝酒台下的饺子酒 李酒说吧转身走 李酒说吧转身走 不一会儿酒迷他拿着一瓶酒进门就把 他老婆问 是不是有人来找我 他姓自明谁什么朋友手里头拿着什么东西 你赶快对我说出口 他老婆说 好吧 这头一个来的呀叫张三六 啊张三六啊 怀里边抱着个大个儿的 那叫二七楼 二七楼啊 这二一个来的呀叫李四五 手里边还滴了这一捆 那个扁劲葱 这俩人都是你的好朋友 请你喝下呢 哎喝什么呀 喝四喜才加五魁手 啊酒迷一听发了 愁他这辈子甭想再喝酒咯